这个问题的话呢 应该问诺贝尔评奖委员会 那当然的话呢 就是 我也获过 这个国内的一些文学奖 也有国外的一些奖 也有获过 但是你比如讲 这个我走到路边 突然一个人的话呢 就是过来 他会跟我说的话呢 说刘老师我非常喜欢你的书 他说完他就走了 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 无非呢 就是给你打一个招呼 那这个的话呢 他对我的奖励也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的话呢 会 如果时常碰到这样的人 那我就有责任的话 把书是不是比以前写的更好一些 对得起 人家跟你说这一句话 对得起的话 人家花人家的时间 又来找你 我觉得这是生活中最大的奖项 要走了 你好 你这些matill 是否计划 就是这么几乎的